考核首先检验驾驶员的基础驾驶机能 坡道驾驶 连续障碍路段 单双边桥等科目 在这个旅勤务训练场一起展开 在战场机动驾驶科目中 考核组沿途设置凹凸路 震毁路 松沙路 以及燃烧路段等复杂战坊环境 让学兵真切感受到了森林战场的心理压力 复杂路况临机处置能力得到有效锤炼 作为一名合格的军车驾驶员 要面临各种战场环境的考验 不仅要吃好基础驾驶这份标准餐 还要吃好战场驾驶这份套餐 只有营养均好 上了战场才能跑得快 跑得尾 夜间行车 视野受限 驾驶员对道路状况和行进方向都容易出现误判 要求驾驶员在行军过程中集中精力 谨慎操作 这次考核 参考人员各项基础技能 在模拟战场环境中得到检验 初步具备了快速机动和战场驾驶能力 我们紧贴战场训 瞄准实战链 将训练内容向实战靠拢 按照缺什么就练什么的原则 一招一试练技能 提高驾驶员随行多样化运输投送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